嗨,我是九月,天气变热了 今天来做一个清凉解暑的小零食 果味炒酸奶 先来自制一个酸奶 倒入500毫升的纯牛奶 这么多均粉,就可以做出很浓稠的酸奶了 你也可以用买来的酸奶 发酵模式43度8小时 在容器里,变成一层烤纸比较好脱膜 记得买浓稠一点的酸奶 撒上这个炸烧果麦菜 里面不仅有麦片 还有果干和冻干酸奶块 嫌麻烦的话,可以直接炸一把吃哦 再来一点你们喜欢的水果 柔软与酥脆的结合 让炒酸奶的口感更加有层次 放冰箱冷藏6小时 营养又好吃 不用担心会长胖了